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是在火车上 刚刚是从这个桂港坐火车 坐的是K93174列车 一共坐了将近三个小时 始发站是广东的站架 终点站是广西的南铃 现在准备下车了 跟下车的人还是挺多的 这辆列车一共只有六个多小时运行的 这边出站的时候大包小包的呀 南铃也是广西的手法 所以这里的外来物贡人员也是挺多的 现在出站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以前坐车的话就只有这么一道手续啊 非常的方便 现在出站 特别麻烦了 希望这个疫情早点结束吧 这边要扫行程码呀 这边是中高风险的 或者说是其他地方的 刚刚这边只要扫行程码就出来了 因为我14天都在管系嘛 都是低风险地方 住宿还没定的 准备看看有没有便宜一点的旅馆 在这个附近 一般这种大城市的话 找便宜旅馆应该还是 挺方便吧 毕竟群群群比较多 这前方就是南铃站 看了 你这里网络好不好 网络好不好 网络啊 网络好啊 有没有卫生间 卫生间呢 啊 有啊 行 这里这里就是卫生间在旁边 行 先看一下发现吧 然后这个 好 这个多少钱 50块 试试的看一下 看看 试试的 试试的话在下面 我看一下 试试的 卫生间是吧 但是卫生间在门外这里 啊 对 试试的 但是卫生间在门外面这里 哦 你那个40块钱我住完可不可以 啊 你那个40块钱我住完可不可以 哪个 楼上的 一个晚上啊 啊 开给你了 啊行吧 你拍什么啊 嗯 试完了好就行 把这个试着安静就行 我们这里中间选择的楼上口 哦 安全第一嘛 现在试 是不是 是 把我买成的楼上口 好 不可能没磁信吧 刚刚都用了 看一下看一下 啊行行行 可以了吗 可以了 好行 要要二斤吗 啊 要要二斤吗 啊 不用吧 你不用 好行 现在声音应该还好吧 我之前那个房间开多少的 平时的话 六十 六十没有疫情的时候 六十块 相当于我优惠了二十块钱 哦 哦 现在疫情太难做了 都没有人出来 是 像你们的话也是要做生意嘛 太难了 对啊现在 疫情 是啊 好 好刚刚呢 已经是把这个住宿搞定了 现在去看看我的这个房间 他这个类似于那个城村村一样的吧 刚刚 付了 四十块钱啊 没有要要进 他这边本来当时要我住这个二楼的 洗着间在这边 那多不方便啊 所以我就 跟他讲了一下 我还没开口 他就已经答应我了 老板娘人听好了 也是个九年后啊 三楼 给大家看看 我就是住的这一间 他说现在疫情难做 房租都 底后不上了 看看这个房间吧 哎这个床档还行 还挺干净 应该是定时清扫打理过的 这边有一架子 赶紧把我的衣服晾上 昨天洗的还没干 这边有一个 窗户吧 还行 这边的房子还挺密集的 南宁的一个老城区 看一看他整体的一个布局 一个老式的电视机 反正也不用 这边有电风扇 现在天气不冷不热 根本用不上 空调没问他多少钱 如果要开的话估计也可以 不过要收费的 看看桌子里面有什么东西 没啥东西了 这边有一个枕头 这椅子可以用来可以办公一下 这里有个垃圾桶 床头柜这边有纹箱和那个拖鞋 看看整体的一个布局 灯光还行吧 虽然不是很亮 但是勉强能用 这边就是 洗漱间的 先把这个门防锁一下 可以 他这边是坏的 所以用了这个锁 洗漱间 还行吧 还算干净吧 毕竟40块钱 你还别想要特别好的环境 他这边应该是有 冷水和热水的 这边有一个亮衣钩 还行吧 麻雀睡小 无脏俱全 只是没有提供那些纸巾啊 牙膏牙刷这些 不过这些东西我都带了 一般这种40块钱的小女管 30块钱的 都不会带 只是有一些女管呢就会带 这个要看 一个情况吧 但是如果说你要问他去要的话 可能也能够 要得到吧 他这里也写了 规征物品 请 交保管 我现在来把这个包先放一下 说实在的这个40块钱的整体上的时候 还算可以把物有所知 毕竟你要想啊 40块钱有特别好的一个环境 有没有现实 但是我仔细看他这个背炉啊 还算 可以的 还算干净 到时候我自己用了自己的被套 重新再套一下 不过他这个乘坐感啊 感觉有点太软了吧 你看 就感觉做上去 对象的有弹性 像这种房间 钥匙是不用押金的 大家觉得这个房间怎么样了 好了 这个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吧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